老美的肺都要气炸了 大骂乌克兰是猪队友 竟然在自己海域部署大量水雷 造成大量水雷自动漂浮在黑海水面上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整个黑海附近国家都炸开了锅 这一波迷之操作 不仅惹怒了西方各国 也把自己给坑了 简直黑的夫人又折兵 可乌克兰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在自己家门口部署水雷呢 这些水雷对西方各国都造成了什么影响 既然将它们弃成这副模样 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事情们还要从乌克兰的海军说起 随着双方的冲突不断扩大 乌克兰为了应对俄方海军的力量 于是在自家的各大港口附近 放置了大量的水雷 数量共计有400多枚 现在这些水雷 全都处于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状态 那些经常在黑海西南部 和西北部航行的船只 之前有多惬意 现在就有多恐怖 在乌克兰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以后 所有处于黑海沿岸的国家 下一秒全都跳了起来 要知道那些位于黑海沿岸的国家 大多都是属于北约呀 北约方面从冲突开始之后 就是各种声援乌克兰 做梦都没想到 乌克兰竟然会来这么一站 这简直是敌人没打到 还反过来将队友 全都送到了佛祖那里 难道乌克兰真的敢信佛了 言归正传 乌克兰的这波操作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给出的官方解释称 这些水雷最开始是为了应对 俄方海军的侵略 所布置下来的 但是近些日子 黑海的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场风暴席卷了水雷们的家园 将那些本来拴着他们的绳子 全部折断 这些水雷被关久了 现在被解开了数数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 面对着乌克兰方面的解释 所有的国家都露出了一副 疑惑的表情 北约的那些国家 更是向着乌克兰发声 我们拿你当兄弟 你为何将我们当傻子来看 其实也怪不得那些国家 这样的想法 毕竟那可是整整四百多枚水雷 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难道那些链子是商量好的吗 要断一起断 不过从乌克兰面对俄方海军的这么一个操作 确实可以看出来 乌克兰在海军的力量 已经算是强弩之末了 竟然会选择用水雷这种古老的武器 其实在当初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 乌克兰这个国家在各种军事实力上 一直都是比较强大的存在 你想想 那么厉害的苏联解体 留下来的那些遗产 不说全部继承 就算是继承那么一丢丢 都足以让一个小国在军事实力上 完成大幅度的提升了 所以说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 整个国家的实力 那是绝对不会弱小 当时乌克兰的海军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 不说是最强的 那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但让人感到可惜的是 随着苏联方面的解体 整个领土内的各种局势 都变得混乱不堪 让乌克兰国内的经济 那是一落千丈 可以说是快到了吃土的阶段 而当时乌克兰的政府 看到国内这种穷困潦倒的景象 直接使出了一招 破釜沉舟 开始将那些 从苏联那里继承过来的武器 拆解变卖 毕竟活人也不能让尿给憋死不是 当时在政府方面 下达了相关指示之后 乌克兰是将能拆的都拆来 但这些武器拆开以后 只能当成废铁来卖 所以最后变卖的价钱 连自己家的海军工资都不够 这样的情况 被当时众多的海军得知以后 那肯定是完全不乐意的呀 我在前面给你拼死拼活的 你现在连工资都给不起 你怎么着 我这条命就这么不值钱呗 于是乌克兰众多的海军 在这种思想下 开始谋划起了 离家出走的计划 随后在2014年的 克里米亚危机中 乌克兰海军的所作所为 真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当时政府下令派出一艘军舰 前往克里米亚地区 进行相关方面的谈判 本来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大家都想要尽快结束战争吧 不想让那些平民继续在战火之下受苦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乌克兰海军正式到达了克里米亚 对面得知乌克兰海军在国内的出境以后 竟然对着乌克兰海军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 劝他们欺恶从善 回归到正义的怀抱 身为正义的一方 准时开工资这种事情 那是肯定会做到的 面对着敌人这样的劝说 乌克兰海军是越听越有道理 既然真的投向了对方 甚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直接将国旗给换来 当时关注双方这次谈判的国家 并不在少数 看到乌克兰海军的这种行为 那真的是 震惊他妈给震惊开门 真他妈是震惊坏的 乌克兰海军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操作 完全可以看出 乌克兰政府方面 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失败 在这件事情彻底结束之后 乌克兰在海军的力量上 是彻底蔫 最初那么强大的势力 被败得彻彻底底 其实这种事情 从现在双方再次爆发的程度 也能看出 乌克兰海军方面 竟然只能用一艘苏联时期的老古董 来迎接俄方的来临 而且这个老古董上的导弹 已经完全被拆卸了 攻击手段只剩下了填充的火炮 就这样的海军实力 放在现在真是有点不够看的 不过既然这艘老古董都这样 还派出来赢什么敌 难道人家打你一巴掌以后 还要跪下来 掐你人中 求你不要死吗 后来这艘老古董的结局 显而易见 双方刚刚开战 就直接退出了舞台 但是不管乌克兰 对于这种事情 会造出怎样的解释 他们海军 没有那些大中型水面舰体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乌克兰在双方的战争中 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 偶尔发射几枚小鱼雷 来骚扰一下俄方的军舰 产生的效果 简直是微乎其微 完全翻不起什么浪花 面对着自家这样的情况 乌克兰可能是真的想不出来 什么解决办法了 所以之后 就让泽连斯基这个老细腹出场 试图让那些国内 景村的海军舰艇 出海来掌掌气势 顺便要继续在国际上 获得一些大家的同情心 但事实证明 咱人事做多了 都没人相信了 他们小时候肯定 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北域面对着他们的这种行为 完全不为所动 而斯基对于水雷方面 给大家做的官方解释则是 因为近期 黑海中暴风雨的肆虐 所以那些不止好的水雷 全部被吹散开来 之后 随着整个黑海的河流涌动 现在已经彻底散播 面对着斯基这样的解释 身为对头的阁 当然不会让他这么好顾 随即就向着媒体表示 乌这次散落开来的水雷 因为已经没有束缚 所以肯定会随着水雷各处飘 这样的一些 在海中航行的船只 有极大的概率撞倒 所以核军队将会开始 排除这些水雷的任务 在将这些水雷全部排除之前 黑海的所有区域 都将列为近航区域 在俄这样的发扬之后 乌倒是还并没有做出 相关的回应 但是 另一边的北约 却完全坐不住了 要知道 他们如果要想密切地 观察双方的局势 在必要的时候 适当地基于乌帮助 那么就必须要从 黑海这边过去 现在俄这样的做法 完全是将两方的 这个输送点给断了 要想在私下里做小动作 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说 黑海可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港口 现在大量水雷 不受控制的飘荡 船只显然是无法 继续进行贸易的 对于他们的经济 可谓是一技沉重的打击 无这样的行为 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周边的国家 来为此买单 如果不对黑海进行排雷 那所有的经济贸易往来都将停止 这对所有的国家都会是一种损失 面对着这张牵扯大家利益的事情 很多国家都做不住了 开始质疑起来 认为这次水雷的事故 都是因为乌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所以将那些水雷的链子 全部断开 而且也是在用这种方法 将北于众多的国家 拉进现在的局势之中 在这种质疑声中 乌并没有出面 做出相关的回应 不过让人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乌这样的做法 已经让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口碑 彻底跌入谷底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这样的行为 反而是狠狠地帮了隔一半 完全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可费是自己将自己 给推入到火坑之中 顺便还浇了点汽油 让火烧得更旺一点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欢迎留在下方的评论区中 感谢大家的观看